帮助我们视频的朋友 希望能够给我们视频 点个赞 给我们点赞的朋友 可以找我们助教 免费领取一份 日本蜡烛图技术 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 佐老师 你做交易可以稳定赚钱了 为啥还要教人做交易呢 我觉得问这种问题的人 都比较自私 你有这种东西的之后 难道不可以去分享吗 所以我觉得格局小了一点 要用格局 虽然我们自己 能够稳定严厉的 有自己的交易系统 开起来每一天的错误 都是在自己的系统里面进行 那么为什么 我们还要面对我们的学员 还要告诉他们怎么去做 其实在这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其实我们的成长 也是随着 跟学员们去分享的时候 成长起来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就是最快的进步 最快的学习方法 就是把你知道的 分享给别人 那你能够对这个知识点 理解得更加深刻 所以其实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也是自我提高的一种方式 可能很多朋友 又要赚牛角金了 你都能稳定赚钱了 你还要提高干什么 那我觉得又格局小了 我觉得学习没有尽头 成长没有进步 我们当然希望 我们还能往更高的地方去走 就是第一个点 还有一个点 是关于咱们的工作上的成熟感 当然 金钱是非常直接的东西 每一笔当子你赚钱了 事实上都会给到你 非常直接的头貌 当然会有一种成就感 但是当你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看到你分享的东西 别人新说了之后 他们能够为己所用 能够用你的方法 用你的知识 在你这里学习 能够赚钱了 你让别人提高了 别人因你来进步了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成就感 所以其实我们也在追求这种东西 可能很多朋友就想歪了 今天就这个问题 就简单给大家聊聊去 希望大家不要去打开 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 关注我 看透交易不迷路